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话语 也感谢神 祢愿意在上帝的面前 每天领受祂的话语 我愿你在话语当中 遇见上帝的祝福 祂的作为和生命的智慧 使祢成为每一天得胜的人 奉主的名祝福你 Amen 真言十八章一到二十四节 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愚昧人不喜爱明哲 只喜爱显露心意 恶人来藐视随来 羞耻道辱骂同道 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 瞻寻恶人的情面 偏断义人的案件 都为不善 愚昧人张嘴起争端 开口招鞭打 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 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 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做工懈怠的 与浪费人为弟兄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一人奔入便得安稳 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兼程 在他心想犹如高墙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担呢 聪明人的心得智慧 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人的礼物 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先肃勤游的 似乎有礼 但临舍来到 就查出实情 撤迁 能止息征进 也能解散强盛的人 弟兄结怨 劝他和好 比取兼顾城还难 这样的征进 如同奸债的门栓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得着贤妻的 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贫穷人说哀求的话 父族人用威吓的话回答 滥交朋友的 自取败坏 但有一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感谢神 我们今天来读到 箴言的第十八章 我们先来看到 从第一节开始 我们有几个段落 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特别谈到的是 你在群体当中 能不能够反映出 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 他从第一节说到 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那么你知不知道 在不同的版本里面 他拖到 他谈到就是 可能你是一个生命中 你是一个不合群 但是更直白的来说 可能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不愿意花时间 或者不愿意在神的面前 或者不愿意跟人 能够有一些的交往 或者是一些的对话 你的生命里面 寻求你自己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你的位置 然后你没有办法 真实的跟别人互动 在这样的一个难题里面 会凸显出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说到的就是 恼恨一切真智慧 你知不知道神 透过你的群体生活 你在共同体里面的互动 其实要帮助你成为一个 真正有智慧的人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有神的爱 要有恩典和平安 但是其实 这一切的恩典平安和爱 很多的时候 是透过你能够在群体里面 跟人有正确的互动而来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只是 是独自寻求心愿与众寡合 其实他说到 我们就恼恨一切的真智慧 简单的来讲 我们就远离上帝的祝福 因此我要求神来帮助你 继续来谈到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就继续的说到 愚昧人不喜爱明白 那么只喜爱显露心意 一样是在群体的当中 然后只想要说 不一定想要听 甚至第三节 恶人来藐视谁来 那么他这个话 谈到的就是 恶人来的时候 藐视就会来 那么我们看到的 好像是恶人 但是弟兄姐妹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有很多的时候 你的藐视 生命当中 你觉得你是一个 平安和谦卑的人 但有没有一些时候 其实我们 可能没有藐视别人 但是我们藐视我们自己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 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说到 他说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简单的来讲 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弱 乃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因此你的生命 如果你常常只是看 自己比别人弱 你看不起你自己 其实你藐视你自己 你也是藐视神对你的创造 你看不起你自己 其实也是藐视 而这样的藐视就是恶人 因此在群体中 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在群体中怎么看你自己 你在你的群体中 怎么去看其他的人 那么你能不能够 真正的正确的学习 用正确的方式 看自己和其他的人呢 那么你寻求神 这就是你的智慧 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就会了解 否则我们就可能 如同第三节说的 我们也是一个恶人 因此你要真的在神的面前 面对你自己 在群体当中 不要只是觉得 好像这个群体如何 那个群体如何 我们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 寻求他 并且让他帮助我们 那么从第四节到第八节 谈到的是 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 那么因此你就了解 你的话好像水一样 这个水能够使周浮起 也能够使一切被淹没 那么你的话是什么呢 你的话是智慧的话吗 第四节说 像涌流的活水 是new fresh 是一个不断涌流的泉源 你的生命里面 透过你讲话的内容和方式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此他从第四节到第八节 我们沾寻二人的情面吗 或者我们起争端 或者我们自取败坏 我们的嘴会透露 会完全凸显出我们有没有智慧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学习 让上帝来管理我们的口 也让上帝管理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心 以及我们的眼睛 和在群体里面的生活 让我们都能够见证 我们是有智慧的神的孩子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感谢神 我们不只是透过第一节第三节 知道在群体当中的互动 我们学习智慧 并且显明我们生命中的智慧 我们也能够在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 我们也能够去明白 我们的口中的言语 是不是能够见证神的智慧呢 还是我们口中的言语 常常使自己的生命 陷入生命的网络里面呢 我们继续来往下来看 在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 它会凸显出 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的态度 是不是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谁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 第十节你的生命里面 你是不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 是一个倚靠神 然后让神的名和神的话 来成为你的安全感 和你安全的主要来源呢 或者你像是十一节里面 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奸臣 甚至在他心想犹如高墙呢 你生命当中的安全感 到底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耶和华而来 还是你手中拥有的钱财而来呢 你生命当中是不是一个 好像第九节所说的 一个积极在神面前工作的人 以至于你很清楚的去知道 你的态度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愿意而且勤奋 否则的话 他说到 如果你做工懈怠 与浪费人为弟兄 浪费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随意自意的花用 那么接下来我就会一无所有 你就会成为一个灭亡的人 你生命当中的态度是正确的吗 继续往下来看 那么未曾听完先回答 就是愚昧和羞辱 这是你在与人互动的态度 和你生命的状态吗 你生命当中在你的心灵里面 是强壮的吗 你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因为你的心灵强壮 你能够胜过疾病对你的影响 或者我们的生命心灵忧伤 我们被疾病所剩呢 我们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学习 他说十五节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求知识 我们的态度是愿意在神面前 积极而且是放下来 来不断的来学习倚靠吗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让神的话在当中掌权 或者是让我们手中所拥有的 这一切财物 或者是其他的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呢 我们继续来往下来看 从十六节开始 可以看得到的是 你生命当中是不是一个 带出和睦的人 你的周遭是因着你的同在 而像一个生命树一样 使你旁边的人得滋嫩吗 他特别谈到的是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 然后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那么你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能够如此的 好像把这样的一个关节 好像把这样的一个上跟下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一切都能够敞开呢 那十七节十八节 他甚至说到 他说到撤迁能够止息增进 你能不能够有智慧的来解决纷争 那么能不能够帮助人 他说到十九节 在十九节说到 弟兄结怨是不容易和好的 而且比取兼顾城还难 你能不能够带出和睦呢 弟兄姐妹 我求神祝福你哦 当你看到自己的生命当中 你周遭的环境 能不能够似乎被建造 为神效力 或者你周遭的环境 因为你而成为一个生命树的分文 这个会凸显出我们生命的智慧 我想求神祝福你 你要去查验 并且帮助自己 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从二十节之后 他特别谈到的是 不论是你的言语 口中的言语 你会带来的是智慧的结局吗 还是一个让你觉得痛苦的未来呢 那么二十节说到 人的口中所结的果子 要充满 必充满肚腹 所以你的话会充满肚腹 而且你嘴巴所出的 会使你饱足 那么你到底用什么来喂养你自己 你口中的话是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你口中的话 他说到生死在你舌头的泉下 你的话也可以让你得着生 或者让你得着死呢 那么你能不能够来谨慎你的话语 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今天整段的圣经 甚至谈到的得着贤妻是得着好处 请你特别注意到 原来的经文 它的原文是得着妻的 是得着好处 简单的来讲 你能不能够得着你的妻子 还是你在神的面前 你只是希望得着贤妻 得着妻子的意思是 你要透过你生命的见证和榜样 赢得你妻子的尊重赞美 和他对你的顺服 那么求神祝福你 这边讨论的不是贤妻 是你能不能够得着妻 你的生命 你的话语 你的智慧 能不能带下神的同在 求神祝福你 让你一生在神的面前 依靠祂说当说的 做所当做的 用神的话来喂养你自己 用神的话使你保诸 用神的话带出智慧 使你所在的群体 都得平安 愿神与我们同在 阿爸我来到你面前 向你感谢 谢谢你爱我们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 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们都愿意寻求你的话 寻求你的智慧 成为一个被你所用的人 愿你继续的带领 使我们丰丰富富的 在神的国里成长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